同学们,大家好 现在我们来了解一下本课程所需要的开发环境和它的开发工具 为了简化大家搭建环境的一个流程 所以本课程采用了Cloud9这样一个在线IDE的编程环境 其次,本课程使用了PostMap这一个API检测工具 这两个工具会在本节课中给大家进行详细的讲解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Cloud9的环境是如何来进入的 那我们先看看这个网站吧 输入网址c9.io 然后访问Cloud9这样一个网站 然后点击这里进行注册 注册该怎么填就怎么填 同学们自己注册就好了 如果懒得数信息的话 你可以点这里进行GitHub快速登录 好,这样就已经登录进来了 这边看着有点凌乱 不要怕不要怕 等一下我们再来详细介绍一下这东西怎么用 好像刚才后拍的同学有反应说 老师这个字太小了看不见了 没关系我们把黑板上的字调大一点 毕竟还是电脑比较方便一点 好,现在字也调大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怎么用 首先我们肯定要新建一个项目 点这里 create a new workspace 新建还是克隆 我们肯定新建一个 克隆这里是指从GitHub去克隆 然后我们要新建一个什么样的项目 我们肯定新建一个Ruby项目吧 Ruby on Rails 然后取个名字 取个什么名字好呢 第一次嘛 那hello graph吧 比较有传统意义 然后这个地方 放大了看不见 这地方有个grate 点一下 好,正在创建中 它这里正在处理 处理完成后 就进入这样一个空间的 这是我的名字 这是项目名 好 点这里 开始编辑 像这样 我们就不用去在本地上 讲解如何去搭建这样一个环境 这样其实很浪费时间 然后现在同学们就已经把这个环境搭建好了 我们就可以直接开始进行编程了 很方便 很快 好 现在我们来试一试 怎么把graph 集成到Ruby on Rails上 进入了开发环境 那么首先 我们要导入我们所需要的库 graph 根据Ruby的惯例 我们肯定要找到GMFail 然后往里面添加我们所需要的库 这次库名叫gret 然后输入命令 found and install 进行安装 安装得到是挺快的 好 我们现在已经集成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步 我们需要盖数 在reels的这个架构里面 它的app文件夹 包含了它的所有的自定的代码 counter help mail mod view 还有assist 然后我们的api的话就建在app下面 肯定我们要保持reels的这个风格嘛 保持一样的一个结构 然后新建一个叫apis的文件夹 保持一样的风格 一致的风格很重要 就是Ruby的一个惯例 头可断 发型 不能乱 这就是Ruby的风格 好我们进入config 一个叫application.rb的文件 看起来不太方便 我往左边拖一下 然后在这里我们需要写两句话 这是gloapp的官方文档是推荐的 这两句话是帮助我们 去自动添加 apis里面的Ruby文件 config.pass.add fail.join 把app文件夹 apps文件夹 然后再不忘再 再添加一下条件 什么条件呢 下面的所有文件 带RB的 都给我 放进来 还要再加一行 加一行 自动加载 outload outload文件夹 再把上面的地址写一遍 DNR这里是个方口 官方文档推荐的两句话 就写好了 它是帮助我们去自动导入文件 和我们去实用一下 订阅 帮助我们做上的 拥有 订阅 文件加取吧 然后新建一个类 这叫 匿名恐惧症啊 真正是test.rb 也不能这样讲 test.api.rb 打开这个文件 开始写我们的接口 我们定义 API 这样一个类 在test 模块下 它继承至 graph API 强迫症啊 商控格 按的还是要打上的 然后返回值 我们要求格式化成 json 啊 有同学可能会问哈 老师 这接成是啥 哈 不要急哈 不要急 本节课我们只是给同学们提提怎么去用 后面两节课我们会专门来讲一下理论的 不要急哈 然后我们就用 然后我们就用get方式来访问这样一个接口 去写get 然后写 叫网址 doend 有个Ruby grap 到这里这样一个接口就写完了 但是有一点 有一点不要忘记了 我们还需要添加路由协议 还是config 还是 loose 有个Royas开发件的同学可能就知道要mount 然后 加载我们的类 加载到哪个路由写一下啊 一般是写个API下面 到这里为止 我们就可以开始运行我们的项目了 嗯 写到这里的话 我们就可以运行一下项目了 run project 运行过后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网址 这样一个网址就是我们的项目的链接了 点开之后就可以看到熟悉的Royas界面了 然后我们输入一下我们开始 手的路由协议 API Test HeroGrap 看来是运行成功 没有任何问题了 好 开发环境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工具 postman 先复制一下这个链接吧 等一下有用 我们现在看一下postman的界面 postman的界面 很简单 输入网址 然后这里 get post put 一系列的 与这个网址沟通的方式 这些沟通方式是什么意思呢 在接下来的理论中 我们会去讲解 同学们就先模糊的去看待这个问题吧 开始 在代码里面我们写的get 所以这里就是get 然后 放好网址 发送请求 观察一下返回值 对 没错 跟我们开始写的代码的返回值是一样的 postman 它主要这个工具 就是用来 检测你写的API有没有问题 可以快速的看一下 它可以获取很多详细的信息 除了返回值以外 还可以看一下hader有没有问题 它还可以设一些很复杂的参数 进行测试 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 在后面我们也会经常用到 所以这里就不花太多篇幅来讲解了 关于postman的安装方法 我会上传到百度网盘中 到时候同学们就看百度网盘中的文档 来安装postman吧 因为专门介绍postman的安装的话 感觉也不是很有意义 好 环境的搭建就先讲到这里了 后面我们就主要来讲一下理论方面的知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